高中指以下学校开学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 台中光是在今天 确诊学生的人数就新增了529人 停课的班级统计到现在有289班 有医师就直说 市区看诊的人数随着开学直线上升 有时候一个晚上就有二三十个人确诊 而且是一家好几个人一起来看病 诊所医师好忙碌 一下子要忙着看诊 一下子又要视讯看诊 最近确诊数飙升 让医师应接不暇 每日确诊的都20到30个 大概都是上个星期的两倍到三倍 医师就说 开学后因为在学校和同学相处 互动比较频繁 确诊人数从之前个位数 现在光是一个晚上就有二三十位确诊 而其中还有不少是一人确诊 全家跟着一起确诊 通常不是一个一个 通常是会来了几个家庭 一次来都是三个 而根据教育局统计开学第四天 确诊学生当日就新增了529人 停课班级数自开学至今 已经累计达289班 让家长们也都绷紧神经 有点担心 像他说他们班就有五个人没有来上课 那现在有同学生病吗 有 最近有三个人请假 不仅如此 常态施打疫苗的接种站 也再次出现强打人潮 而根据统计 目前台中市12岁以下的儿童 第二剂疫苗含概率只有53.4% 不到六成 所以提醒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 都应该要尽速接种 借讲吴福燕台中报道